和太后共进午餐 与太后共进午餐 喝完茶后 太后叫我们和她一起去另一间房 房间里面早已放好午饭 我疑惑在吃过这么多东西之后 她还是否可以吃得下 完这个问题的答案 马上就有了 她一去到房间 就下令要打开那些盖在碗上的盖 全部碗盖几乎在同一个时间打开 她在桌头坐下来 叫我们站在桌尾 然后她就说 皇上跟我一起看过电影之后 一般是跟我一起五线 但是她今天太害羞了 因为你们对于她来说 都是新鲜的 我希望她可以克服这种心理 不要太害羞了 你们三个今天最好就和我一起吃饭 当然我知道 这个是一种特殊的恩宠 于是在用餐之前 也扣手表示感谢 刚开始的时候 这种扣头的礼节 真是很累的 每一次扣头 我都觉得头云眼花 但是之后就慢慢习惯了 我们开始吃饭了 太后命令太监 在我们面前摆了一些碟 拿了一些银筷子 和汤匙等等的工具来 之后又跟我们说 好抱歉 只可以让你们站在那里吃 我不可以破了祖宗的规矩 就算是皇后吃饭 在我面前 都是不可以坐的 我相信外国人肯定认为 我们用这种方式 对待宫廷里的贵府 是很落后的 但是我不希望他们知道 我们有这些规矩 你们将来会见到 我在他们面前 从来不会这样做 所以他们是不会知道这些事的 他和我母亲说话的时候 我一直看着他 好奇地想知道 当他在饿室中 吃了那么多甜点和果仁之后 还可以吃得下多少饭菜呢? 牛肉在清宫里禁食 因为牛是用来背重的 所以 拖了它来吃 其实是一种很大的罪过 食物大多数都是用猪肉 羊肉 裂物 鸡肉 和蔬菜造成 这一天 我们一共吃了十多种 由猪肉造成的菜 其中有猪肉丸子 猪肉冷盘 这道菜一半是红色 一半是白色 红色的是用大豆制的酱油烧的 不单只颜色漂亮 而且味道还不错 还有猪肉笋片 樱桃猪肉丁 猪肉洋葱丝等等 最后那道菜 是太后的最爱 我都觉得它的味道的确是不错的 另外 还有一种用鸡蛋造成的薄煎饼 剁得极小的猪肉和蘑菇泥 猪肉卷心菜 猪肉烧萝卜等 鸡肉和羊肉都被煮成了好几宗不同的菜 桌的中央是一个黄色的小匙大汤碗 它的直径大约有两英尺大小 碗里面是清清的汤 汤里面有一只鸡 一只鸭 和一些鲍鱼和鱼翅 鲍鱼和鱼翅在中国被认为是相当珍贵的东西 除此之外 还有烤鸡 毛骨鸡 和烤鸭 烤鸭和烤鸡的肚里面都失有虫针 所以味道自然别有一番清香 它们都是在一种开口烤炉中烤制而成的 还有一道太后非常喜欢的菜 就是烤乳猪的皮 它的做法是先将乳猪的皮切成非常小的丝 然后放在油里面炸到好像昏肉一样弯曲起来再撈起 满族人通常很少吃米饭 它们喜欢吃面 这一天我们吃了好几种味道的面食 好像烤的、蒸的、油炸的 有些放了糖 有些放了盐和胡椒 它们都被设成很好看的形状 又或者造成富有情趣的动植物造型 好像龙形、蝴蝶形、花袋形等等 有一种面食里面还室有肉末 此外我们还吃了大量的叶菜 这些也是太后最爱吃的东西之一 最后是黄豆、绿豆和花生造成的饼 它们和红糖汁一起端上来 我吃到差不多了 因为我要注意太后 看她是怎样吃东西 和听她说些什么 而太后一直都在那里不停地 叫我们吃多点、吃多点 除了我前面提到的那一切之外 它们还有各种各样的粥 这些粥有些是大米做的 有些是小米做的 太后说在吃肉之后一定要吃粥 午饭终于吃完了 太后从桌面站起来 她说 离我的饿室了 你们会见到皇后和其他的太太 进来吃饭的了 她们都是在我吃完之后才吃的 我们就和太后一起走 我站在两间房交界门那里 看到皇后和其他宫廷命妇走进来 围着站在桌面默默地吃起来 她们是从来不允许坐下用线的 这段时间里 戏台上一直演着一些神仙剧 但是都不如我们刚才看过那出那么有趣 太后在她的饿室的长桶椅上坐下来 太监倒了杯茶给她 她又命太监倒了杯茶给我们 你们一定可以想象得到 我是多么高兴可以这样被招待 在中国人人都将她们的统治者看得至高无常 她的说话就是法律 在跟她说话的时候 是绝对不可以将眼睛抬起来 这是一种尊崇的表示 我认为这种极端的恩宠是非常不尋常的 我一早就听人说过 太后的脾气是非常吓人的 但是见到太后对我们那么和气 那么亲切 对我们说话就好像妈妈一样 我觉得我得到的消息肯定是不准确 而且确认她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妇人 太后休息了一会儿 然后就跟我们说应该要回北京城了 天色已经开始暗下来了 她叫我们带了八个食盒的水果 和点心回家 她还跟我母亲说 我叫你带给她的药 要她按时服用 多点休息 这八个食盒的水果和点心是给她的 我父亲从巴黎回来之后 病情越来越严重了 我想她是无福销售这些食盒里面的食物了 但是我知道她仍然会深深感激太后的善意 儘管这些东西对她的健康只是有害而无益 你们可能都会知道 从太后这里接受礼物是要叩头的 于是我们一边接受礼物 一边向她叩头 感谢她的恩典 正当我们准备走的时候 太后又对我母亲说 她非常喜欢我们 叫我们来宫里住 做她的宫廷命符 我们觉得这个真是很大的恩典 于是再次向她叩头借恩 之后她就问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来 跟我们说 只要带衣服和洗手用具就行了 她会为我们安排好一切 我们来的时候 她再指给我们看我们住的地方 而且叫我们两天之内就要进来了 我们将要居住的房间就在她寻宫的右边 房子是三大间 太后寻宫的落寿堂 坐落在昆明湖的边上 是太后喜爱的地方 她在那里度过了大部分的时光 阅读和休息 如果兴致好的话 有时还会恩兰登周 在湖上面参船游换 她在这所寻宫里面有很多恶室 她都充分地利用它们 她向我们描述完这所寻宫之后 我们就起身向太后 皇后和其他宫廷命府告辞了 在经过了一次又长又贵的旅程之后 我们终于回到家了 这个时候我们三个人都觉得精疲力气了 但是我仍然很高兴 因为今天在我们生命中有着很重大的意义 得不再一次为这些礼物叩首借恩 这一次的礼物被送到房子里面 在房子中央的桌上 我们以手足地多谢太后的恩典 而且叫太监转告太后 对于她送给我们的那么多好意和那么漂亮的礼物 我们表示万分感激 按照习俗 还有一件事是我们必须做的 就是要给每个太监一些礼物或者赏钱 我们给了每个太监十两人 作为对他们辛苦的感谢 我们后来才发现 不管这些太监派到哪里 在送去太后的赏赐之后 他们回到宫都要向太后回报接受礼物的人 是怎样向太后的礼物表示感谢 还要说他们都得到什么赏赐 而这些赏赐太后是不会要的 太后还问了很多关于我们的问题 我们家的房子是怎样的 我们喜不喜欢他 这些太监都是很多嘴的人 等我们翌日回到皇宫之后 他们告诉我们 太后对于第一次见到我们都说了些什么 我母亲对于离开病重的父亲 而去皇宫这件事感到忧虑 父亲的身体真的非常糟糕 但是我们又不敢违背太后的旨意 所以三日之后我们又回到皇宫了 我们去到皇宫的第一日手忙脚乱 我们到了之后 首先要去借太后的恩典 她对我们说今天她非常忙 因为她要接待一位俄国贵妇 普兰崇夫人 她是俄国驻中国公事的妻子 普兰崇夫人带来了俄国沙皇 皇后和她全家的就真画像 是沙皇送给慈禧太后的礼物 她问我懂不懂俄语 我告诉她我不懂 但是绝大多数俄国人都懂法语 这样似乎令太后很满意 然后她又说 你为什么不说你懂俄语 我又不会知道或者发言 说这句话的时候 她的眼睛是看着其中一位宫廷命府 我由此得出结论 一定是有人欺骗过她 很明显她很感激我和她说老实话 后来我这个猜测被证实了 有一个宫廷命府 因为说她会说外国语言 但是一只字都不识 而遭到了区遜了 除了这次接见 我还和太后一起看过一次戏 和参加过太后侄子的订婚仪式 按照满族的规矩 订婚仪式是这样的 先由两个皇家出生的隔隔 来到未来新娘的家 新娘这个时候 将她交叉坐在自己的床上 閉上眼睛等她们来 两个隔隔来到之后 直接进入新娘的卧室 将一个玉如意放在她的膝头之上 这个就是信物了 另外再在她的旗袍扣上面 懸挂上两个小荷包袋 袋是私製的 上面受着精美的花纹 每个袋里面都装有一个金币 还要将两个金戒指 吐在她的手指上面 金戒指上面 刻着双喜字样 信物欲如意的意思就是 祝你一切如意 在仪式进行的整个过程中 绝对要保持安静 整个仪式一做完 两个隔隔就要返回宫中 通知太后一切仪式已经完成了 我下个月 我下个月 2个小荷包 初步